雖然葉原資講的話經不起檢驗 但是我還是要叫趙怡翔來幫忙 把葉原資前面講的那些 來做一個探索 而且你是年輕時代 昨天他們第一時間就把那個 陳林靜怡在當立委的時候的談話 把他一個一個列出來 我覺得那個根本就 不是大事情的那個談話 那些都是一些小的這個聊天式的談話 而且還頗為俏皮 你知道嗎 把他打啦弄出來 這叫女版的陳柏惟 當然他們還是在做仇恨意識嘛 對不對 你認為葉原資講了多少實話 中國國民黨的顏寬恆 這次出來會不會被亂磅打死 因為他們自己第一時間 做了一場這個無理的罷免戰 我覺得剛剛康哥姐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抗衝寶臺 就是說我們在討論一個地方選舉的時候 我們千萬不能忘記大局 那大局是什麼呢 就是今天臺灣其實遇到 來自對岸的壓力 來自國際上我們需要突破 然後需要做到一件事情 其實已經不能等了 所以因此呢 其實陳柏惟他臺灣意思非常強烈 那他是一個抗衝寶臺的一個標準的案例 就是說他所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很多臺灣人都可以認同 就是說我們臺灣必須要自己要更堅強 所以今天其實如果我們看到大局的話 然後我們想說今天少了陳柏惟 那我們卻由這個顏寬恆來取代的話 那顏寬恆什麼時候對中共 就是侵入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講過什麼話 顏寬恆什麼時候中國在這個 對於臺灣打壓這國際空間等等的時候 講過什麼話 沒有嘛 那相對林靜宜其實我之前跟著他 就是包括有幾次的外交任務上 其實有坐他附近 那其實有跟他聊過 我覺得他對於臺灣的意識 臺灣的國際地位 這是非常清楚 那他自己也是很有國際觀的一個人 他過去在黨部的時候 是當然這個國際部主任 然後當立委的時候 其實也常常有這國際方面的一些交流 不管是學術的或者是這個比較是政界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林靜宜 他其實上來作為我們一個國會殿堂 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國際視野 然後具有國際發言能量的一個立法委員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 雖然這是一個地方選擇 我們真的不能忽略到 這地方的議題 但是我們同時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今天臺灣 如果我們選顏寬恆 他我們對國際 我們對我們自己傳達的訊息是什麼 對不對 在中國這麼多的挑戰 傳達訊息就是黑金腐辟啦 對這麼多挑戰 我們挑釁狀況之下 我們傳達訊息是什麼 我們相對如果我們是林靜宜當選的話 如果是林靜宜的話 如果要當選的話 我覺得傳達的訊息 可能會讓國際會覺得說 我們臺灣對於自己的未來 是更有掌握更有信心的 但是當這個葉原資剛才還挑撥離間 過一段時間 說是民進黨還有派系之爭嗎 對不對 對 政國會現在更新潮流 還有音隙有一點矛盾 你是派了有憲民在那個民進黨裡 沒有沒有 他們更不怕人家知道 所以大家都曉得 是嗎 對對 太明顯了 這個公投四個同意案 簡單的講 民進黨是用正面的來論述說 四個公投都不同意 四個公投不同意 臺灣更有利 我的個性是比較容易單槍直入 一刀見血的 四個公投同意 臺灣下地獄的 中國國民黨自己就是那個地獄的使者 對不對 葉原資 不是 沒有 不是 公投是人民的權利 我們鼓勵大家通通都出來投公投 然後四個都同意 臺灣更有利 第一 請問你 好 那個啊 核四重啟你贊成嗎 在你們新北市 你敢嗎 我贊成啊 但是因為政府有責任就是要讓核四變安全 就是重啟之前他一定要確保安全 而且而且核四是民黨蓋的 他是沈水扁時代之後 封城是誰誰封的 馬英九啊 對啊 但是封的意思就等待重啟嘛 那所以政府就是應該要把它變得安全 而且核廢料一定要找到地方去 因為我是新北市 現在不是只有核四有核廢料 核一核二都有核廢料 目前都是在新北 他們現在的策略就是永遠把核廢料放在新北 所以我們的主張是不管你是哪一核籍 你核廢料就要找一個終極的去處 不能都放在我們這邊 所以我們希望重啟核四 一併把核廢料跟核安的問題解決 雙方都要用下鄉座談會的方式 來互相爭取選票的支持的同時 本來要利用所謂的凱達格蘭大道上面的 夜宿49天來爭取選票 昨天我們在節目裡面提醒過羅志強 那個時候連送因為認為選舉不公 他們在凱達格蘭大道上 這個做了很久嘛 然後之後呢被馬英九用水柱給趕走了 那到底這個凱達格蘭是什麼狀況 今天國民黨按照羅志強的PO文是 好像是要縮水了 因為呢原因出在哪裡 因為你不跟他去睡凱達格蘭大道 是因為柯文哲不跟他去的關係 因為柯文哲罵他說你的次去露營嗎 他好像邀柯文哲去 然後柯文哲好像想跟他講說 周一到周五有上班時間會對交通造成影響 所以他就覺得說並非全無道理 所以他就要改到那個另外的地方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騙局一場 去人家很多人揹著那個行李袋 都想跟你去凱達格蘭大道 羅志強你還是去耶 因為以前紅三軍的時候 凱達格蘭大道上都是人 很多人那個時候都去領便當 還去領抵太豐的小籠包 我還記得非常清楚 每天中午都有一堆的便當在那裡 可以免費去領 笑死人公投用夜宿凱達格蘭大道 可以說清楚嗎 民進黨如果四個公投都輸了 真的要被倒閣嗎 那民眾黨又扮演什麼角色 他們說民眾黨是不同的議題 然後來看自己可以怎麼樣來尾行 民眾黨應該是跟國民黨要結合在一起 要打倒蘇貞昌內閣嗎 他是兩好兩壞 民眾黨挑兩個最容易過的 他們認為最容易就是萊豬還有藻礁 因為都有民團支持 那當然是對於共投榜大選 還有這個核四他們到目前為止 我要強調到目前為止 還是持這個就是不同意的立場 可是柯文哲那個人變來變去 那他們現在有在發問券 就是問自己的黨員說 對於核四到底要給過或不給過 但不管怎麼操作 其實他們現在都陷入一個邏輯上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對於這四個選項的態度 他們邏輯之間是不一致的 所以對他們自己內部也沒辦法完美說服 因為他們現在的資責就是很藍 所以如果就那種藍的程度 甚至是深藍的 那一定都是投同意的 所以他們反而要勸他們投不同意 反而是一件蠻難事 你會造成他內部的紛爭 公投裡面從來沒有寫到國籍來源產地 我們蔡英文怎麼講 他說是反美豬公投 你之前清楚裡面都已經講清楚 這是美豬了 你這個只於本山就在扭曲嘛 為了反萊豬公投 朝野炒得面紅而至 公投戰週六正式開打 總統蔡英文親自上陣 跟行政院長蘇貞昌到桃園宣講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全代會後加入羅志強的夜宿 凱盜活動 而且把公投定調為倒閣公投 民進黨不應該用一黨之思 就反對全面反對每一個公投案 他在公共政策辯論上道理站不住 結果就把它倒往成為政治鬥爭上 這是對公投很不好的示範 蘇貞昌反向朱立倫 民進黨更質疑朱立倫過去反核四的態度 根本是打臉現在的自己 沒有核安就不能使用核能 第二個就是核廢必須要有去處 有關核安核廢的議題 這是中央一定要堅定立場要來處理的 不可以推給地方政府 朱立倫主席要打臉過去的自己 還想把核廢料處理 全部推給主張非核的民進黨 這麼離譜 這麼不負責任 通批朱立倫邏輯錯亂 民進黨正面迎戰四大公投 黨中央編列5800萬預算 補助黨公職宣導 戶外懸掛實體看板 最高可以補助2.5萬 電子看板每面5000元 說明會每100人補助5000 配合黨中央辦大規模說明會 還有額外協助 現在的民進黨的確是富可敵國 撥了5000萬預算 打算來跟民意對幹 這個行動計劃 那當然就是要有一些預算的編列 我覺得不用在這裡 好像把它大做文章 民進黨總動員備戰四大公投 絕對是一場硬仗 好這個四大公投呢 這個週末開始 民進黨呢 從總統到行政院的院長 跟各部會還有呢 從政的立法委員們呢 以及民意代表要展開 多途徑的地方的座談 第一站呢就在桃園 那國民黨呢 早就在罷免陳柏惟的 勝選之後呢 立刻也發下了他們的軍令 他們要進行1000多場的座談會 其中呢最引發矚目的是羅志強宣稱 他要帶隊夜宿 凱達格蘭大道 要49天 那昨天很多人都很期待啊 因為凱達格蘭大道變成凱達格蘭夜市的話 我們都有免費便當可以去領啊 可是沒想到請教維航 今天羅志強怎麼潑出臉書了 好像虎頭蛇尾縮水了 為什麼 這個我想大概台灣三四十歲以上 都還記得凱達格蘭曾經出現 巴巴夜市嘛 就是那個時候有吃有喝有拿 還有巴巴作響的氣敵 非常的熱鬧 所以羅志強一說啊 他要重現巴巴夜市的時候 這個網路上大概也是很多 可以去看看啊 搞不好有什麼好康的 不過國民黨內那個時候 我有問一些台北市議員啊 然後就其實就有人就否 第一時間就持否定議場 你要去49天 難道你都要在現場嗎 因為羅志強一開始說 他離開議會 人就會去現場躺著 要開議要審議什麼東西 他就會再回議會 彷彿以凱道回家 基本上當時他的黨內同志 就覺得絕對不可能 不可能做得到 再來是台北市政府願意借給你嗎 你不應該在還沒借到入權之前 交通規劃安排之前 你就先說 我就是要在那一邊嘛 那跟土北戰三為王 有什麼差別呢 那個時候 這個都是國民黨議員自己講的 好 那果然沒錯 很快的就受到了挫折 但我想他可能認為這個挫折 也是一個轉機 他終於可以不用49天 都睡在凱道上 那當然他是要現在轉移到 比較清涼的地方 轉移到比較溫暖的地方 我們不太清楚啦 但顯然跟原來宣稱的 割據凱道一個部分 在那邊躺好躺滿 有很大的差異 好 那另外一個角度的解釋 另外一位國民黨議員 對他的角度是 其實羅志強搞這一套 已經搞很久了 他一直在搞 接頭宣講 到處租公車 他的格局一直都是 想要重回國民黨 第一網紅的地位 我必須要強調 在韓國瑜竄起之前 羅志強的網路聲量 是國民黨中最高的 他對此 應該是耿耿於懷 他一直在想辦法利用公車 利用街頭宣講 各式各樣的活動 想辦法讓自己的高度 至少從市議員 拉到立法委員的層級 所以如果他自己是這個想法 甚至大家來講說 他也是心有大志 想要跟蔣萬安一搏 就是台北市長 他也是心有大志 從來沒有放棄這一個 把這些條件加上去之後 大家都覺得 這是羅志強的個人秀嘛 那我們幹嘛要去特別配合 他的個人秀呢 頂多再加個兆康幫進來 大家玩一些媒體效果 那跟整個大局 到底有什麼關係 原則上來講 國民黨現在當然 他說我要辦很多的宣獎場試 可能會納入這一些宣獎場試 同樣加進來 當然有一兩千場 但很多 其實可能是地方委員 那辦個萊豬的這個 簡單的一個活動 發傳單這一種 掛一個他反萊豬 這樣的舊的那個 前去年就有的 那些宣傳標理 拿出來繼續賣一賣 就算是業績了 為什麼呢 從罷免開始 其實中二選區的地方的國民黨 就已經跟我們講 就是他不太清楚 台北國民黨 到底對他們有什麼幫忙 就每次都人下來 我們陪他掃掃街 回去都是他們自拍 我在現場自拍 然後拍完人就跑了 所以就是來蹭嘛 就是台北國民黨就是來蹭 什麼都是蹭完就走了 那你也沒有帶資源下來 到最後都是地方的資源在那邊選 那請問我們幹嘛需要你呢 所以接下來的這個公投戰 就是像這種來蹭的人很多 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以其說是在搞這個公投的同意 不如說是搞他自己2022的選舉 如果是這樣的格局的話 我認為其實他的宣傳效果 應該就是就是不會有太大的格局 可能也不至於同步 跟台北這邊 特別是朱立倫心中所設想的那個大戰 應該會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朱立倫他現在的做法就是用混的 四個同意 你不要管什麼都蓋同意就對了 然後那你不要問我何事 不要問我何事 你就蓋同意 那你是不是同意何事 不要問我 反正你蓋同意就好 這就是朱立倫想要夾帶在裡面 一口氣包裹混過去的操作方法 朱立倫要迴避議題嗎 他們就是用政治操作變成了 蔡英文政府的信任投票案 那就是要倒閣嘛 他就是要蘇貞昌倒閣嘛 所以他整個把這個公投案 變成一個倒閣案嘛 那本質上就是一個 本來是一個議題 一個一個議題可以討論的問題 現在變成了一個政治攻防戰嘛 那可是除了這個羅志強之外 其實藍英還有很多人要稱聲量的啊 趙克康也是其中的一個啊 他都還沒聲量 沒有啊他任何事都有意見啊 因為三中案啊 馬英九判呢無罪 他還出來說檢察官那個 應該被懲罰 因為檢察官呢 越談他的說他很害怕 台灣的這個司法在他們的眼中 可以有的時候變追殺工具 有的時候就變成了另外一個角色 但是不管怎樣 這個公投案子 離現在已經不到兩個月耶 是今天已經是10月29號耶 只剩一個半月耶 一個半月 我們的疫情才穩定下來了 民進黨的政府 跟總統啊這個院長 還有民進黨中央才開始要警覺到 如果通過投印票 對台灣來講殺傷力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已經被政治給牽連了 那王浩你先從旁觀查 這幾天民進黨啊 從主席啊 總統到院長 他們的緊急的這個回轉回來 來這個啊 迎戰這件事情來得及嗎 對這個事情本來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本來因為是這個今年夏天就要公投的嘛 這個五月份就要開始一個大規模的 民進黨要組織一個大規模的反公投的這個 這個這個演講的行程嘛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整個被延遲了 那這個後來又因為陳柏惟的這個罷免案 整個行程又打亂了 然後再加上疫情也一直不確定嘛 所以總體來說 這一次這個啟動這個 四個不同意的這個民進黨的這個 到全國各地去演講走偷偷的這個宣傳活動 是有一點晚了啊 但是說老實話 這個對方國民黨也沒有真正的 啟動的很厲害 所以某種意義上大家也都只剩下 六七個星期的時間 所以從時間上來說 我覺得還是來得及還是公平的 關鍵是要把議題講清楚啊 關鍵是要把這個公投如果通過的話 它可能造成的危害是什麼 要講清楚 因為現在的問題是說這個四大公投 實際上都是糾葛在以前台灣這個幾十年來 沒有能夠搞定的問題啊 那現在這個一定要把這個問題突破 然後台灣才能可以往前走 那核四這個問題我們剛才已經談過了 它已經來回糾結了30年了 但實際上所有人都知道 它不可能順利的復工 完全沒有物理的物質的條件讓它復工 而且退一萬步說即使它要復工的話 它可能10年內也不可能供電啊 所以北台灣實際上是缺電的 特別是2025年這個核一核二核三退役以後 實際上北台灣是缺電的啊 那在這種情況下你如果還不讓做三接的話 沒有供器的話 那北台灣的這個供電是有蠻大缺口的 因為整個北台灣的經濟和用電的需求 占整個台灣40% 那但是它自己的供電能力只占35% 但這個35%裡面有超過三分之一是核電 但是這個核電到2025以後就可能沒有了 那這個空缺用什麼來填補 現在主要規劃是靠天然氣 但是如果你沒有三接的話 那天然氣不能跟上的話 實際上從2025以後 起碼有五六年時間是嚴重缺電 那除非核四能夠在2030以後能夠跟上供應 而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問題在我看來 對如果三接不能夠這個否掉的話 不能夠三接順利往前走的話 整個對北台灣的這個供電的安全 是有非常巨大的負面影響的 所以這個問題一定要注意 那當然萊豬的問題剛才我們也談到了 它本質上是一個遵守國際規則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日本也進口了 南韓也進口了 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能夠進口了 而且美牛我們也進口了十多年 大家吃了也沒有問題 那既然是一致的國際標準 一致的國際規則 為什麼要在豬和牛上面有不同呢 那當時為什麼不同 一個很大的原因 當時因為台灣豬有這個疫情 所以為了不影響到台灣養豬業的 這個情況 所以暫時緩一緩 但是現在這個疫情已經過了 事實上台灣豬肉本地豬 佔市場90%的佔有率 10%才是進口的 10%進口裡面只有1%是美國豬肉 所以實際上美豬對整個市場的影響是非常小的 那對健康的影響實際上就更小了 那不然的話 美國3億多人吃豬肉吃了這麼多年了 我們台灣2300萬人吃美國牛肉吃了這麼多年了 也都沒有醫學上的問題嘛 因為本質上大家都說 除非你一天吃500公斤的豬肉或者牛肉 你才有可能會有問題 那沒有人可能做到這種情況的 那所以最重要的是說 第一遵守國際規則 第二這個選擇券要留給消費者 這個由消費者來決定他要不要吃這個豬肉 而不應該由國民黨來決定你能不能吃這個豬肉 那最後一個當然就是這個公投綁大選 這個問題我認為他沒有一個價值之爭 這完全是一個實際經驗的問題 就是2018年那一次公投綁大選 造成的投票時間和開票時間 嚴重的耽誤 所以產生了那種一邊投票 一邊開票的狀況 所以這種情況 柯文哲是受害最深的嘛 所以民眾黨 有人認為他是受益的 不見得 民眾黨他是反對公投綁大選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吧 因為他在2018年是吃過虧的嘛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公投綁大選只是一個實際操作的問題 大家經過經驗說這個事情對大家都不好 所以把它改過來 我覺得他沒有太大的價值觀之爭 所以這四件事情你可以看到 他每一個問題都本身是有他各自的 每一個議案有他各自的這個正反可以辯論的地方 但是現在朱立倫把它綁在一起 把它作為一個倒閣的一個完全的政治攻防站 那當然這個問題就變成了 既然你把公投都同意作為倒閣蘇貞昌的口號喊出來 那民進黨就一定要把公投不同意下架朱立倫的口號喊出來 如果你公投都被否掉了沒通過的話 那朱立倫是不是應該下台呢 因為朱立倫他把這個作為一個政治攻防站的議題嘛 他就要承擔自己的全部的政治責任嘛 好 剛才這個汪浩先生講得非常的清楚 可是對於一般的選民來講 這個議題呢 透過這種說法要多少次才能夠穿透到基層 這個是我們對一個政治訴求上面的貫穿性的 大家覺得需要時間 需要空間